按下去 皮到底 按下去 慢慢收尖 往旁邊送 按下去 拉下來 短短的 然後從細到粗 按下去 然後從細往右邊歪 所以這兩個是有個背式 然後橫畫稍微往上翹 斷橫拉平 後面加粗 坐 人 人的感覺 哇 就像一把劍了 人 屍 這個皮很多人都不寫 劉宮城倒是有寫 不過有寫也沒什麼誠意 寫得好短哦 哎呀這個屍 以現在來講是有這個皮的 上面小下面大 是一定的 然後這邊露出來 然後稍微下降一點 有功能的洗彎 左高右低之勢 然後橫畫細折的歪過來 勾上去 然後起筆 這個筆畫倒是比較瘦近一點 並不飽滿 屍 5 5 中橫 細線 短的按下去 加粗細 左邊長 右邊短 後面按一下 產生骨結 5 10 10 10 看起來是加點粗細方應的筆畫 然後一樣下筆不利一點 產生骨結以後 拉直 拉下來 多長 下半部會稍微長一點 齊 剛才的10很渾厚 這個齊很瘦陰 那瘦陰就提起來斜 下筆不利一點 哇這好直喔 我記得以前都會有弧度 這個倒是突然直 這兩個旗都寫上去 記得一個往上寫一個平的 哇這個旗又特別了 後面慢慢加出按著 從外面點斜過來 這T型倒的方向不一樣喔 換來一個T型 這好像那個拜拜那個杯啊 在普掛那個 圖 這一開始就是 毛起來寫下筆不利一點 這支筆就快被壓壞了 下筆不利一點 第二瓶應該比較長喔 那個殘料 那這個是往外的 它弧度好大 好這一點加出細 中間又很渾厚 但是有點弧度 斜上去 停著 產生骨結 點 帶起來 帶過去 撇 然後那呢 開始下降 稍微一波幾折一下 嗯 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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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